好 现在除了双北之外呢 其他县市都要绷紧神经了 看到昨天的四个县市是一夜变色 都进行了警戒了 现在北部唯一一个净土是哪里呢 就是新竹市 新竹市目前是零确诊的状况 好 但是呢 在昨天暴增了333例的本土确诊病例 根据了机关署在今天所更新的 今年的本土病例的地理分布 刚看到四个县市是一夜变色了 包含了基隆 基隆的确诊呢 从本来的四个人增加到了十个人 警戒灯号从橘色变成了红色 新竹县这个确诊是从一人到了两人 灯号从浅绿色变成了黄色 还有苗栗呢 确诊是破弹来到了一个人 另外灯号就是从深绿转到了浅绿了 台中市确诊从两人到了四人 灯号从黄色转成了橘色 好 在今年至少呢 有825例是本土的病例 而全台最多确诊出现 就是在新北跟台北了 好 看到呢 新北目前呢是大359人 其次呢是台北市的356人 桃园市的54人 彰化的20人 还有宜兰县的18人 基隆市的10人 台中市的4人 新竹县两人 苗栗一人 而北台湾现在呢 只有新竹市是维持零确诊 好 这可以说是目前北部的唯一净土了 截至昨天为止呢 群聚感染呢 关联不明者已经有到达了40例 所以现在呢 大家可真的是要警戒了 好 我们来看到桃园的情况 桃园的疫情持续的延烧 在昨天又增加了10例本土的个案 最新的足迹也曝光 而其中有6例就是曾经到了万华 有曾经万华的接触史 包含了南侃国中 南美国小的兄妹党 还有妈妈 一家三口都染疫之外 还有一对夫妻跟单独个案的疫调 都和万华有关联 校园内近空 环保局着装到处消毒 桃园两所学校传出确诊停课 而现在确认南侃国中学生 和南美国小的学生是一对兄妹 连母亲也一并确诊 1878 1879 1880 他们是一家人 2014跟2015也是一家人 而这之中有6人曾有万华活动时 一家三口案1878和案1879 1880的兄妹党确诊 还有案2014 2015夫妻党 和个案1876的疫调 都跟万华有相关 另外案2012为台北某工地的 阳性确诊接触者 裁剪后酉因转阳确诊 至于案1877 2013的两名确诊者的疫调 还在调查当中 而根据疫调显示 确诊夫妻党曾在5月12号中午前往 针鲜寿司桃源店用餐 现在店家玻璃门关紧紧 上面账天公告表示 因为设备维修将暂停营业 而案1878的一家人 也在5月13号傍晚去过南坎路的四海游楼 现在店家铁门也紧闭 同一天也有确诊者去过十围天餐厅 全联超市也再度中招 桃源福原店外头仍有不少民众钱来采购 不过他们一听闻确诊者足迹曾来过 此处都赶到新驾驾 不礼拜五来的 他现在知道会再来买吗 不会啊 不会啊 会不会担心 不会啊 桃源疫情连环报 诺福特清空后16日新增两粒本土 而17日却暴增到9粒 呈指数性成长 也不禁让人担心桃源是否会成为 下一个双北地区面临爆发边缘 记者刘志展赵佩宇桃源采访报道 身为这波社区感染重灾区的台北市 为了避免万华茶艺店的群聚感染事件扩大 北市跟中央合作率是全国之先 首度在万华就设了五处的快筛站 让有感觉疑虑者自主来筛检 新北市长侯友宜 随后在昨天也启动了板桥的快筛站 而设置快筛站的转折为什么呢 因为有周刊指出了有关键的两点 第一就是爆出了不明的感染源的个案 第二就是社区之内确诊人数也暴增 所以才让地方政府决定 要针对感染热区展开快筛 但同时呢必须要搭配比较精准的PCR的核酸检测 来进行双重的验证 好 现在面对了多点的爆点的隐形的传播链 抗疫关键的D-Day在哪里呢 全台一命作战现在要全部都开昂 因为目前的防疫三大面呢 拟定作战的计划 一个就是6月8号疫情观察前 要持续的围堵感染热区 这是非常的重要 好 第二呢就是要重新来检讨一下医疗体系的分流降载的部分 确保说我们可以维持医疗的量能 好 第三呢就是在感染的热区要设立快筛站 那么包含了新北还有台北市呢 现在目前都已经设立了 要赶快找出可能会感染者来加以围堵起来 其他的现实呢 现在也开始要设置快筛站 好 这30天的防守 是不是可以真的有效来防堵疫情呢 还有待观察 好 看到呢本土疫情持续的升温 确诊数从破百例攀升到了300例 不知道今天会有多少例 好 现在疫苗是无法期待 专家说疫调是已经没有用了 现在只能尽速的启用筛减 好 在台北市看到 新北呢昨天也设置了免费快筛 但过去两个礼拜以来 全台的筛减爆量呢是有三倍 疫情最严重的万华 五个筛减站一天也只能筛一千人 光是万华20万的居民 如果以四成来算的话 要两个多月筛减才能够消化完 那么到时候全国疫情恐怕都已经散不开来 新北市设立的第一个筛减站 17号第一天开设 200个号码牌马上被抢光 民众在大门口外面排队等筛减 双北现在是重灾区 筛减是首要工作 这几天确诊案暴增 台北市五个快筛站功劳不小 有2274位 主要是跟万华这边有活动时的民众 已经接受了快筛 那阳性的人数是245人 所以算起来的话 这个阳性率是10.8% 但看在专家眼里为11万 现在的疫调已经可以不用再做了 我们应该要做的是个广框列 以后然后给他做快筛查 不是等他有症状 才把它揪出来 到底你是不是一个新冠的病例 不是这样子的 国内本土案例从5月12号的16例 到5月15号180例 16号206例 17号直接达到了333例 几乎是等比急速成长 指挥中心强调 全台有126家检验医疗机构 可以做检测 一天的量能大约1万6千多件 但是重灾区万华 现在只有5个筛检站 一天只能做1000人 如果20万居民 四成的人口检验 就要花两个多月 但现在跟时间赛跑 同时在发展的 不止一条传播链 它的发病日跟4月6号来比较 相对的可能性 不能说完全没有 不知道还需要后来 相关的这些PCR的检验 传染也有多处在爆发 所以已经不能单纯说 只是从华航后 诺沃特旅馆 这些延伸出来的 而可能是有多处的感染源 再继续进行 现在疫情几乎是遍地开花 就是不早做筛检的结果 相对之前提早做普筛的单位 还要被公审 疫情演变到今天 政府要怎么给大家一个交代 记者张刀鹏 王一仲 台北报导 现在全台都在围堵病毒的情况之下 如果你是被居家隔离的 被要求在家里的 就真的不要乱跑 来看到有人就因此被罚钱了 这是台中的重庆国小 六年级的女童 她因为跟阿嬷参加了进香团 回来之后确诊了 但是女童的母亲 在居家隔离的期间 外出爬爬灶 台中卫生局说 确定要对这个女童的母亲 开罚20万元